40多岁的小伙子学泥瓦工到底行不行呢 点个赞来看看为什么做个大喷颈 空气那么长 既然是想做一副立体伤水喷颈 就不能再要钢死亡了 打算换上超白钢花玻璃 定制玻璃需要5天 刚好墙上的水泥需要钢几天 想拆掉这两根脚铁 但是只有电钻将就用一下 别看一路火花带闪电 操作很危险可别随意模仿 安全起见简单切割下来就行 一点点瑕疵留给技术好的朋友来帮忙 贴玻璃的地方打磨一下钉子 等玻璃到了直接安装 装上玻璃后喂食口就要下鱼 装个横杠放石盒 没有焊机直接螺丝固定 水箱加上拉筋避免鼓包 水泵抽水口先打几个孔 手动挡的水泵 水流大小只能靠孔洞的多少 加个简单的过滤 排水区装隔离网 打算水泵和排水放一边 以免吸到鱼 养什么鱼还没想好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 水泥干的差不多了 处理一下细节 继续制作下沉甲山 前两天的单砖确实不稳 今天重新加固 这回立砖不打算拆了 下沉的墙面继续铺满水泥 水管全部埋起来 调点水泥 把流水石的缝隙补一下 打胶的地方也用水泥盖一下 放进水箱排好管线 装好龙头 看起来是不是很到位呢 水箱上面要铺石板 把水箱隐藏起来 垫块小石头 以免压住水管 大理石板留一点倾斜 方便收集回流的水 前几天路边捡了一堆石板 细了一个台阶 剩下几片不规则的 找一块把左边也铺上 长了一点用电钻切开 先随意摆放石头 石板太平 没有层次感 用旧石板给它堆一个小山丘 现在先看看大概 确定水箱没问题 才能用水泥固定 给水箱试水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要出意外 果然水龙头漏水了 拆掉不漏 水箱绝对不能出问题 以后堆上假山很难反攻 换成纯铜打造的龙头 接口再上一遍结构胶 心里更踏实一点 等胶缸还需要两天 先做假山防水 一天刷两遍 不能再反攻了 预计三天完工 现在色彩单一 你觉得种上树和青苔会好看吗 点赞收藏看后续 我是李向路 我们下期再见